這場水水第四題次的成果發表 那麼我相信現場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參與這樣的活動 也是第一次接觸到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所以呢在我這個部分呢我就要帶大家來介紹一下這個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好那台灣青年氣候聯盟呢我們的縮寫就是TWiK 好然後呢一開始呢我想要從它的組織架構開始講 那我們目前的組織架構呢第一個我們底下有兩位的執行長 那我們現在的兩位執行長都是女性 然後呢接下來是我們的秘書處 那秘書處呢這個處是可以說它是集雜事與醫生 就是它要管理各部門的人力啊各部門的金錢 然後還有代表TWiK對外收發信件 所以它要處理的業務非常的多 那我們TWiK底下的四大部門分別是國際部 教育研究部還有公關部和寵務部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公關部 我們公關部目前分為宣傳組和設計組 那宣傳組的話呢當然就是像是經營我們的網站啊 還有電子報還有社群媒體等等 那我們的設計組呢就是統籌TWiK內部所有的設計的業務 那籌募部的話相信如果大家有辦過活動的話都應該知道 一個活動它的行程就一定要有資金 那資金要怎麼籌備呢當然就是需要募款 所以籌募部最大工作就是TWiK募款 那今天呢我想要花更多的時間介紹的是這兩個部門 一個是教研部和一個是國際部 那我要怎麼介紹呢我想要以TWiK目前現有的 整個的專案來介紹這兩個部門 那因為其實專案對TWiK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有的專案呢 譬如說水水一百就是其中一個專案 所以第一個就是水水一百 水水一百是我們去年年中開始 我們當時候定了一個叫做年度的議題 那我們經過討論之後我們就定以水資源為議題 那我們就開始進行了水水一百這個專案 好那接著是上學期我們稱之為叫做讀書會 那這學期轉型成為推克沙龍還有議題小租 那我們也是在環境和氣候變遷的議題上面去做一些討論 然後也在各大校園辦起一些讀書會等等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去年以前我們稱之為叫做COEI Taiwan 那簡單來說的話它就是一個暑期的營隊 那通常會是三天兩夜 然後北部南部都各會有一場 那這個COE Taiwan呢我們裡面會有工作方啊 然後我們會請講者來演講 那我們也會請推克的成員帶參與者做一些action 做一些活動 那我們今年呢也會有 但是我們今年已經轉型叫做 Taiwan Power Shift 叫TPS 那詳細的報名流程呢也可以持續鎖定我們的官網 我們到時候都會陸續的公佈 那這是教研部最主要的專案 好那接著是國際部的部分 第一個是前一陣子我們國際部的成員柯易如 他代表TiC參加這一場綠色氣候基金 他在印尼舉辦 那這是他們在 這是他在活動裡面的其中的一張照片 好那接下來一個重頭戲是我們每一年都一定會參加的就是COP 就是聯合國氣候變現大會 那聯合國氣候變現大會之前會有一個叫做COE 就是C-O-Y 那個Y是指Youth 我們都知道COP聯合國氣候變現大會是開給整個政府 政治領袖或是一些各界的精英人士來參與 那這個COE是開給的 特別就是青年會齊聚在一堂 然後討論說好接下來我們COE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這場會議可以付出一些什麼東西 那這是我們在COE的時候呢有舉辦的一個工作坊 那這工作坊是討論氣候變現和健康之間的關係 那從這張照片可以看得出來其實各國青年都還蠻熱烈的在參與討論 好然後接著就是這個是COE的正式的會場 那這是前年在卡達杜哈的COE18 然後這是其中之一的活動照片 好那這是整個我們TWICK裡面現有的非常重要的 也是每一年都會有的專案 好那在這樣的組織架構底下還有專案以外呢 其實我們TWICK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那我現在呢很快的帶大家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是這個是去年在華沙CUP19的時候 我們的青年代表之一楊啟宏他在現場有取得發言權 然後他談及了世代恆平這個議題 好那這個是COE18的時候呢 我們的就是執行長黃品涵呢他也是有取得發言權的 所以是非常榮耀他在現場和大家分享的是 當時候的莫拉克風災 好然後呢其實CUP在會場以外 像青年們他們就會辦一些遊行啊等等 那這是其中一場在CUP18在卡拉杜哈的時候 他們在街道上面的遊行 所以然後我們拿著這個印有台灣圖案的客家畫布 然後在街道上面遊行 好然後這是去年CUP19和陽明大學合作 那他們在陽明大學裡面舉辦工作坊 好然後這張照片非常的有意義喔 我想大家應該都有去看過看見台灣 然後呢我們因為覺得看見台灣這部片子非常有意義 所以我們就包場叫大家來看看見台灣 同時我們也非常榮幸地請到了這部電影的導演 就是齊波林導演來現場他在這邊 好然後呢他就來現場跟我們分享他的一些拍攝這部電影的故事 好然後這個是我們的教員部部長紀東賢 那這是他去年他去英國 他其實是去自助旅行啊 他剛好其中一個行程呢是和這位氣候經濟學家去做一些訪談 那他訪談內容也被我們放在我們的官網上面 好然後這個是CUP19去年的時候 他們人就新年代表在華沙開會 然後呢我們現場就立即跟他們做連線 然後呢我們也非常榮幸地請到了350的創辦人叫Wheel Bait 然後呢他也有來這場連線活動來分享他就是創辦350的一些故事喔 好然後這個是在前年的時候呢 我們非常可憐地在大家認得出來這是哪個地方嗎 這在中正紀念堂 好然後我們呢就CUP18的青年代表呢 我們就是想說我們要開一個記者會叫做青年前進聯合國記者會 然後我們就非常辛苦地在後面呢就是後台的樣子 好然後這個是前陣子我們有下鄉到埔里去做一些探查 好然後這一張是去年在CUP19的時候呢 剛好那一陣子經歷了海燕風災 那當時候各國青年就決定要進行串聯的活動 然後呢這個活動叫做We stand with you 然後大家就會排著愛心的形狀 然後這個時候是各國青年 然後我們的青年代表在裡面 所以其實這張照片非常的漂亮 不是從網路上擷取下來 是真的我們青年就在這個圖像裡面喔 好然後這是去年大概9月的時候 我們執行團隊的一個例會 執行團隊討論會討論 接下來一年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好然後這個也是一個其中的一個活動喔 然後拍照的人也被拍照了 好OK然後這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在中正紀念堂 我們就是你看我們的青年前進留個記者會的這個招牌 是用膠布然後用不同顏色覺得很繽紛喔 然後我們就自己在這邊開個記者會 然後當天還刮風下雨非常的還蠻辛苦的 好然後呢其實像世界地球日4月22號也快要到了 那我們已經連續幾年 我們都向台北市政府申請攤位 然後呢我們會在那邊擺攤 然後這是我想這應該是前年吧 前年對應該是前年 好然後這就是我剛剛說到的那個Coin Taiwan 然後今年會叫TPS 那這是2012年的活動照片 好然後這是Cub 應該是17吧 對Cub17嘛然後去年是Cub19 然後最後一張照片呢 就是我們最近一次在台南成功大學 我們開了下半年度的討論會議 討論事項 那這是我們一個團體的合照 所以呢從剛剛看到的東西呢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的活動都只是 就是退過往舉辦活動的冰山的一角 那如果今天有個人問我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在做什麼 我會很客觀的和大家說 如果我把自己抽離 然後我要講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的話 我認為台灣青年氣候聯盟在環境的議題上 我們做深也做廣 那做廣其實也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其實推環境和氣候邊境的議題 我們是用非常非常多的形式 我們去遊行 我們參加氣候談判 然後我們擺攤位等等 所以我們做廣是毋庸置疑的 那做深的話呢 我們也會針對 譬如說水資源的議題 然後我們從河川的角度切入 然後就有水水一擺 我們探訪台灣各個地區的河川 然後進行一些研究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多環境的NGO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有那麼多的力量做到 而且其實我們只是一個青年 雖然我們其實經常會面臨到 譬如說資金不足啊等等的狀況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行動力和實踐力 都是毋庸置疑的 好 那最後呢我想請各位呢 就是給予這次水水一擺 目前幕後的工作人員一個掌聲 因為其實他們在完成這件事情 是非常不容易 然後要得到大家的認同 所以今天大家來參與 非常的開心 所以也請各位給他們一個掌聲鼓勵 讓我介紹你們到這邊為止 謝謝